我是海妈 我们现在迪克斯特大豪宅花园 后面的这个房子就是大豪宅 不过是看一看一个夏天蜜花园 我们时间而下 这个季节呢 大花葱的花期已经过了 我很纳闷他们的大花葱 一片叶子不长 直接来一个巨大的花头 这个花园的话 其实是一个建筑师和园艺师的花园 它的特征有几个 第一就是配色非常的大 红色的元素和大边菊 第二个呢 它就是自然风格建成的 以多年森树跟植物为主 你看它新栽种的部分 也看得出来栽种的这个应该是大栗花 这个也是彩马 Oh my God 这个无花果 每一条枝都是那么牵引 摊爬得很好 至于常文呢 英国是种不了核花的 因为核花需要的热量 比较高产 所以让他们惯常栽种的是顺利 一个优秀的原因是 对植物足够做的了解之后呢 自己的孩子 怎么水心所欲的应用 它都会非常的出彩 例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一株 牡丹 天哪 这就是有蜜蜂的好处 最后的话还有一个种价可以生成 那针对于植物要倒腹成一片 影响逃风的增长 他们的一个方法 他们是吃吃有趣 看到没有 就相当于为植物设定了一个边框 之所以提到他们的用色十分大胆 你看到画金中的红色和紫色的这种对比 以及金鱼草这种浓烈的色彩 可能是因为大部分的绿色的搭配在花园 已经以红顶的房子都会配搭 就不会觉得这个体面 这个色彩有出入感 就是在花园里面多用一点这种 树根的灌木植物 它会使花园的整个格局的话 提升得比较大 它使花园会有一种产生一点构结 你看那个叶子和这个三条草的花的颜色 其实是一样的 这种绣球的特征就是 所有的脑子不只一枝开花 脑子上面的所有牙链都会开花 所以开花性能非常棒 这种平淡修求 这应该是爱你的文 这是一款山树 英国人比较爱栽种这种 单半度比较高的植物 这样使花园的自然感觉变加强烈 关于这个下沉式的花园的话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拜拜